看著廠房從屋到有 李先生跟太太好興奮 機器設備進駐後等待開工 這也是中國江蘇 須一縣經濟開發區 中外合資的科技公司 資本額十億人民幣 主要生產光學薄膜 當地須一縣書記 還有發展區常委書記 親自示導 上台簡報的 就是掛名董事的 劉信總經理 當初就是他找來理性夫妻投資 兩人砸了三千萬 持有公司三成股票 擔任公司的總經理 還有財務負責人 那個劉先生 他是有跟我們講說 他在大陸 已經跟當地的官員 書記都談好了 那邊會有設廠跟做廠房 但是他現在缺一筆資金 所以他透過黃先生 跟我接觸 秉化的很大 兩千六百多坪的廠房 還沒有開工 就接了國內大廠訂單 直到一筆北京科技部 核發的兩千萬人民幣 補助金下來 才是噩夢的開始 夫妻被抬蓋人強如軟禁 根本是用逃的逃回台灣 事後卻發現 先生的股票通通被轉移到 黃姓男子名下 和國內大廠簽訂的合約 查證之後才知道 印章根本不對 合約是假的 調查發現 劉姓總經理原來在台灣 前科累累 黃姓董事 還是同氣犯 兩人沒接電話 無法取得回應 淘金夢碎 夫妻倆差點小命不保 現在等待疫情過後 要到中國打官司 替自己討回公道 三區的代委陳壽紫陽 並不斷裁入 請您的致電 临致電 致電 使用致電